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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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在五根面前所显现的摄像向 comfort 他的本体并不是存在的 因此它们相当于是在我们镜子当中 所现现的印象一样的 虽然现现但是它本体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色实际上是空的 空实际上是色的 就像我们镜子当中现现的这个联想 虽然你现现但是现现的本体都是空 空的本体都是在现现 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湖泊里面 显现天空当中的月亮的印子的时候 那么这个预言正在显现的时候 是正在空的 那么空和现实际上是一个本体的 并没有它有两种塌体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色就是空和空即是色 这佛教里面叫做是现空双云 那么现空双云的道理 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 长河当中它如果领悟的时候呢 那么它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跟穿越枪壁 就是它没有阻碍的 它没有真正动到 光是理论上的一种了解的话呢 就是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 所以佛教当中有诗宗的观点 就是它是抉择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然后再进一步的唯诗宗的观点 唯诗宗的观点呢 把所有的这种万法 就是已经撩入于自己性的本体 这个时候呢 一切万法为性造的道理明白了 然后再进一步上去就是中观宗 那么中观宗呢 就是这样的性也好 这样的外境呢 最后抉择为是空性的 而且这种空呢 也并不是室有的 它是远离四变八戏的一种境界 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不同 刚才这个看过你说了一句 突然感觉到就是 就是身体可以穿越墙壁 那从这个意思上讲 是不是就是 这个作为谁的这个身体 身体是作为一种谁 那么它的本性是空 因为它可以穿越这样 这样的墙壁 那么也谈到了 你比如说在镜子当中的成像 或者在浮面当中 天空的云彩的呈现在浮当中 有云彩 但是如果说天空当中的云彩 首先是有云彩 它要呈现在浮当中 没有天空当中的云彩 它浮当中就不可能 有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那么那个天空当中的云彩是第一 从时间上面它是第一的 然后在逻辑上也算第一 然后这个云彩在浮当中 呈现出来的这个显现 这个云彩 那是属于第二 次之为的是逻辑上第二 这样的 实际上我刚才那个湖里面显现的这个月亮的影子 但意思基本上一样的 月亮的影子 然后这个可以怎么讲 天空当中因为有了月亮以后呢 就是才可以现前 但是我现在这避雨呢 并不是说是这个月影到底有没有一个月亮 就这个我这里没有观察 我这里用来的避雨呢 就是随月来避雨 就是如梦如幻如岁月 就这样来避雨 那么这个时候月亮在躯空当中有没有呢 就是这个事并没有关系 我现在这里避雨的就是 一切完法 色就是空空即是色呢 其实月影呢 就是即是这个色显现 但是色显现呢 就是月影 也就是说是随月就是空 空即是随月 我这里避雨的呢 就是说是随月即是空 空即是随月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得到的 一切完法呢 因为它空的原因呢 就可以现前 因为现前的原因呢 就是它就是空的 而并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 所谓的空呢 哇 这个瓶子里面的碎已经倒下去了 就是菜算是空的 不是这样的 瓶子它正在显现的 它的本体就是空性的 如果它不空的话 没办法现前的 正因为它是空呢 才显现的 这个就叫做是色法 当然这个色法呢 从显现上叫色法 然后它的本质上叫空法 因此再叫做是显孔无耳 或者说是明孔无耳 因此我们也可以叫做色法 也可以叫做空法 因为空法跟色法呢 它的本体上没有什么差别 这一点 无力学也是他这样认为的 分子原子的所有的这些 微称粒子注合的话呢 就是变成瓶子 其实除了拼子以外 也没有其他的粒子 粒子以外也没有拼子 但是在线线上呢 一个是现实 一个是本质 应该是有两种合体 好 那我再请教一个 大家度数学的一句 这一句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 典校长 朱世青也讲了 刚才这个看部也讲了 就当朱新石 当服务学家 当科学家千辛万苦地爬到山里的时候 服务学家早时等候 后面再去 好像最早有人说的 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在山里的时候 神学家也就照着早一等候了 这个话好像有很多这种说法 但有一点这个 就我在想这样一个理解 就是当我面对大千世线的时候 面对大千世线的时候 没有经过科学家这个千辛万苦的 你说我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电 你们现在有了电 现在有一个空调 那么如果不进科学家 那么电肯定发现不了的 空调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自然间不可能本身有个空调 那么从这个来讲 所以必须要进入科学家制造出了这种技术人工产品 受说过后 包括通科学家产生了特别重要的符号 1235ABCD这种符号 非常重要的符号 没这个符号 那么而且在符号当中我想 有些符号是非常简单明了 很简单 有些符号是很复杂的 让别人读的是眼花缭乱 不知所处 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说 就科学家包括一些哲学家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体系 对于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本性 当然符学家的关系主要大自己的贡献 那是不是从文文上讲 没有科学家的这样的认识 符学家能不能够达到他那种高度 或者从文文上讲 科学家帮助了符学家成就更高一些 有没有这么讲 你为什么没科学家不能理解更深 你比如没科学家不知道原子 不可能知道原子弹 能造出这么大的杀伤力 很好 这个是讨历 对挺好的 其实这个 这个道理呢 刚才所讲的应该是 主行师校长啊 我也跟他一些交流过 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我刚开始他的这个文章呢 也带着一种怀疑 因为他在科技大学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 他的这个文章的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说 当科学家前行顽固的 爬达山顶上的时候 佛教大师 早已在山顶上等待已久啊 就是等待多时 那么这句话 按一个佛学家如果说的话呢 他也许是对佛教的一种赞叹 或者说是对佛教的一种信心来可以说 但作为一个科学家 尤其是是中国科技大学 已经前后可能他当了十年的校长 那么他这样的这种认识呢 我刚开始也有点怀疑 我亲自见他的时候 我也说了 你受到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才下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你这样说的话 我看到网上也是很多人评论 就是说是现在科学家已经密信了 被佛陀已经就要教化了 等等有各种说法 你是怎么样看待的 但他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 他认为呢 确实现在的很多的发明也好 现在的很多的发现也好 现在的很多的科学的这些原理的话呢 实际上佛陀遭遇在不同的论典和不同的经文当中呢 都有所安示或者是有所明确的这种指点 尤其是有些道理的话 他认为呢 通过修炼以后才能知道的 但这种修炼的方法呢 是佛陀相关的经典当中已经去讲的 所以刚才那个老师他所提出的问题呢 实际上佛陀当中确实也是比较 有一部分是明确的这种高手 有一部分呢不明确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核武器的发现啊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激光啊 以及这个很多的这些原理的话呢 也许在佛陀当中并没有这么讲 但是这个道理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们来讲 我们觉得是空调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觉得是开车的方向盘就是很重要的 但实际上佛陀是最根本的 就是即生当中的人们在烦恼里面如何接触痛苦 然后来世如何前往解脱的 这么一个绅士的这个道理呢 在相关的佛经当中就是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佛教里面呢 并没有讲就是每一个世代当中 我们即个别的人们就是非常重视的一些原理呢 就是并没有并没有讲 所以说刚才这个周教授啊 就是他呢就是也是观点是比较这个同意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他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佛学家前行文库 达到哪里来科学家造一等候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科学现在我们这个发展呢只有几百年 而这个佛教的话呢 虽然不是他世界上最造的佛教 最造的宗教 但是呢也是出事于2500多年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2500多年的这种智慧当中 无论是对色法也好 对无知也好 对我们这个信誓的研究方面呢 应该是最算是最成熟的吧 就是到目前为止 正因为是这样呢 爱因斯坦他也是说 他说是任何一个宗教如果跟科学更得上的话 那就是佛教 他也是如果是要有一个信仰皈依的话呢 就是那准备皈依佛教 后来我去爱因斯坦的很多故土的时候呢 他们说临时之前的话呢 就是他很想皈依皈依教 但是呢就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因为得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啊 就是随后呢 他自己觉得是可能就是没有皈依基督教 也没有皈依佛教 而且他要求他的身体死了之后呢 什么都不要留 就是他表示就是一种对自然的会贵 就是据他们说就是他当时的医术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那天去普利斯顿的时候也是特意的去闻了一下这些 这些这些 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他最后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四大会贵就是住于空性就是 这也是他按住于空性的一种标示 但具体似乎不知道 很多老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看可能科学家呢 就是到最后 我们认为是他是权威的 但是他在某种这个居物和人事方面的话呢 可能也需要就是值得观察 那我先暂时提到这里吧 看看下面 各位老师 同学 有什么问题要进行一个交流的 我提一个啊 我先那个感谢主大体 我们上这么精彩的课 我是比较关心这个死亡的问题啊 我们看了一些那个 佛教的事吗 这么学院的老师 我就问一下 我就 没关系 我就问一下就是说 关于这个死后 那个提的是 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 也是他这个六道轮回啊 是在这个就是 接近 叮咛死亡的时候 有没有的选择 还是怎么样的一种选择 因为有些他在这个佛教主在 死亡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那个 法师给他念经 然后超过他 往这个期间 就是这些 这些方面 我是看了一些书 看了佛教的死亡论 但是还是有点疑惑 我认为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对这个死亡 应该值得重视 因为每个人都没办法 套离死亡 而且呢 也是可能在几十年当中 就是这个要面对死亡的 每个人的不管是领导也好 有钱的人也好 没有钱的人也好 乞丐也好 谁都是要最后死亡 一般我认识的很多的一些人当中呢 有些人根本不提 就是很回避 很忌讳死亡 但这个也没有用的 因为真正大限来临的时候呢 谁也逃脱不了 谁也回避不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些人就非常着急 就很急躁 就特别困惑 恐怖 但这些都没有意义 所以一般来讲呢 确实是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面对死亡很重要的 我们《世界佛教青年论坛》 开了四次了 第四节了 今年准备在台国开 那么我们今年的主要主题呢 就是临终关怀 其实临终关怀很重要的 我刚才在车上也是问 我们这里广州的很多的一些老师 我说你们这里的明兰这一带呢 对临终关怀方面是怎么样 他们给我介绍 有些地方呢 确实也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认为 其实临终关怀呢 我们每个人来讲 还没有死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疾病的时候 身体健康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呢 有时候要想一想 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离开这个世界呢 如果真的是像个别的一些宗派所讲的一样的 就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那无所谓 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发现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去想这个 凡是死完了就死完了 就像是祸灭了一样的 碎干了一样 没有就可以 但实际上 确确实实也不是这样的 人决定会是有来世 人既然有来世的话呢 那我们临细的一些衣食也好 年纪呢实际上非常重要 当然这种年纪呢 并不是百分之百你不会堕入地狱啊 不能这样抱我的 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呢 就是通过年纪和通过祝念 然后自己也是去观想的时候呢 会有好的一些结果也好 就是转生到一些田界去的 转生到一些人田当中去的 那么这是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 自己要有一些修炼 就是对往生的这种修法呢 你活着的时候怎么修 然后到时候你的气 你的这一辈子的这种 这个衣食要隔离身体的时候呢 你会出现很多的思想 那那个时候有些呢 你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 才能可以超度 才能可以解脱 有些呢 因为前世的业力非常严重的话 可能耐不及 你即使想的话 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是被你已经没有自由 这是业力的趋势下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 所有的这样超度 这样年纪 你会解脱 不能这么说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呢 会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可能我们不可能 就是短短的一个语言 就是把这个死亡 因为死亡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在西方来讲呢 就是这叫做是 这个西方救度中阴的 非常西藏生死素啊 就包括这个中阴救度法 就是在西方来讲 把它当作一个叫死亡科学 就是应该是 它是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种灵魂载体来 就是进行研究 可是我们这里 很多地方的话呢 就是恐怕这个是 一直不提 就是一旦死的时候 自己也很着急 但这个时候就没有用了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提建准备是最好的 老师你好 您是那个学者哲学 就是您刚才说的 人有来世是吧 有天堂跟地狱的 然后就是这个 跟我们呢 就是平常的主流的就是 跟平常的这个主流的就是 就是主流的宣传 然后有非常大的差别 然后我们学这边呢 就是比较讲究 就是论证 然后您说就是有天堂 然后有来世 就是您能不能就是 给出一个就是 例子或者就是一种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根据嘛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问题冒犯了 您不好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先取一个吧 先取一个 对 先取一个 他的意思就是 要一个理由认证 要一个证明 一个过程 从一个前提 证明到这里 大家去祝福 对 他属于哲学的 有这个思考的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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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关于这个人有前世后世的这些观点 这是我以前呢 就是很多学校啊 很多包括一些科学家的对话 这些当中就是讲的比较多 然后我应用的这些论证啊 包括一些安理啊 就是非常非常多 我曾经有一本书翻译过 就是叫做《前世今生论》 然后方便的时候呢 最好看一看 就是叫做 现在这本书叫做《生命的真相》 应该是 是什么出版社已经公开出版过的 那么这里面 既讲了这个科学的论证方法 又讲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 那么这个作者呢 就是在我们藏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 所以我想 我们可能平时的这种思维方式和逐流思想呢 有时候可能 我刚才讲的一样 你也许在这方面抱有一些怀疑啊 抱有一些包括不信任的这种态度呢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是我一直觉得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对《前世今生》一定要去研究 如果没有研究的话 我们人的这种心事和人的身体呢 这是一个夏天的蘑菇一样 就是出来就出来了 没有就没有了 那从此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非常困难 那么这个原因呢 我就简单的 只有一个方面来跟你论识一下 如果我们人 前世何世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人 比如说一个双胞胎 或者是两兄弟 那么他的父母的基因也好 整个系统 传统呢 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从小的时候 这两个人的智慧 性格 还有包括就是他的这个爱好 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 也许可能说是基因上有一种比较特殊的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 都有 有些是从小的是喜欢这个 有些是喜欢那个 有些好像是在感觉上是前世 我已经确实是对这个知识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一种前世的延续下来的一种这个习气 那么我们以后的这种信实呢 其实信实是它不断的就是一直这个要延续下去 一直要延续下去的这些案例的话呢 包括现在这个加拉达 还有美国 然后泰国等等 就是有一个博士叫做斯蒂文博士 他斯蒂文博士他就寻找了两千多个案例 全部是写成一本书 叫这个前世后世的奥秘 然后他的传承呢 就是在弗吉尼亚大学那边有一个叫做塔克博士 其实塔克博士呢 也是一辈子也是研究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 那么印度和美国和加拉大就是他们 数据了好多好多能回忆前世后世的这些真实的案例 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专门跟这个塔克博士有一些 对话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觉得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有点坏意有点不信 就觉得是可能人万有没有前世何世 但这个是也许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一种猜想 但后来他在长期的研究过程当中呢 最后发现就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以前就是不太熟悉的 一些淋雨的话呢 就是带有一种这个就是话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就是 专门去这个专题课题研究 那这个时候你会可能发现就是 要么你承认要么你不承认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那你有一个非常这个确凿的理由 确凿的理由来就是推翻这个观点 那这是非常合理的 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历史上出现 许许多多的能前世何世 会议的这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非常多的 但是真正能推翻他的观点的人呢 到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见到过 因为你如果不承认的话呢 一个非常这个理论丛组的道理来推翻就是他 但是这个是没有这个推翻的这种依据 然后建立他的依据呢 就是科学方面的论证和宗教的论证和 还有就是其他的各方面的论证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以前翻译过的这本书呢 就是如果系统的看一遍的话呢 应该是到底这个前世何世的村子是怎么一回事 会明白的 所以他来对看过的这个回答 刚才您说的这本书名叫什么 前世精神论 也叫做是生命的真相 对生命的真相 等一下我查一句 这个意义在谈到那个就是找了这个哈利博士 找了很多的前世的这个知名 找了很多的例子几千例 但这里可能如果从科学研究这个角度来讲 就有这样一个考量 什么考量呢 就是什么科学上比如造原子弹 美国造那个原子弹 中国也能造个原子弹 甚至这个日本日本人也可能他会造原子 什么意思 就是你找了这个 两千多个案例 也不是哈利博士 或者找了这个多少案例 就这个案例本身 具不具有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重复的 就比如我造 比如说我iPhone收集 当山能造iPhone收集 我能造iPhone收集 那起码差一点 就是我能够重复 他能够重复进行一些指标 来能够认证他确实他是 诶 钱是怎么做什么 能不能怎么证明 他就有一种 也就是你原来讲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真理观 就什么叫做真 他说的 他回忆的是真的 怎么才能表达真 或者叫猝死 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可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刚才你说 可能中国造原子弹 可能到目前为止 可能中国的有些发明上 在科学方面 还是并不是很 在发明方面 包括获得诺贝尔奖方面 中国几乎就是非常少的 然后在科技前沿的一些 创意方面的话 我们在这边 就是跟美国的一个学校的 一些科研发明 报告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一些教育方式 它是一种观摩式的教育方式 基本上孩子从小都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同一的课程和同一的一种思维模式 同一的一个老师的这种观价校 然后呢就是让他成长 让他自由发挥和自由拓展的这种思维空间 就是比较比较少 这样的话 你刚才讲的可能包括有一些 不管是原子弹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科学方面上面 包括苹果也好很多的这种科学的原理 不是我们在这边造的 然后你刚才所讲到的 这样的这种特殊的方造的这种形式 对前世精神来讲生命是一个载体 这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斯里兰卡 她有一个女孩子 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前世 这个是包括当时斯里兰卡总统也是 已经参与了这个工作的调查 当时印度政府呢也专门建立一个机构 然后呢就是精心就是对它就是跟踪 那跟踪的时候大家都是确信无疑 其实这样的呢 就是也不对不作为这个科学呢 也不对不承认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工程者的话呢 应该是理论具足的时候应该值得承认 也好我在微博上看到 其实前几天回答就是 人做的善事 还有如果是会不会抵消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 如果有一个官员 然后他掺了一笔钱 然后他拿来一半去参数享受 自己参数享受 然后那个另外一半 他去追悟那些评论技师的小孩子上学 然后那他这样就会得到 然后这是几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回答那几个问题的时候说 那个人们做善和做恶的 各自的业是不同的 然后那个业力所得到的火爆 那个业是怎么的 就是那个是怎么理解 什么是业的业的业 刚才三额可不可以抵消呢 这是比如说一个官员 就是他有贪污 他有做好事 有做坏事 但这个呢 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叫做是画叶 就是画画碌碌的画 也有黑黑的也有败的 那这样的话 那么关键是我在那个微博上回答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就比如说他偷了或者贪污了一个亿 那么他后来就干坏事一个亿的话 那他最后干坏事有没有一个亿 如果有一个亿的话 那一个是黑亿一个是白亿 那么两个都有一个亿的这样的差距的话 可能会有地下的 但是其实这个业呢 就是很深深的一个种子和各自间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的分别和相像力很难测度的 但是至少在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俱事论 俱事论的第四品里面就是讲了这个业的差别 然后业的情重 业怎么样成熟的事件 还有它的作用等等 这样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会明白就是做善事和做恶事呢 各有各的一些性质来 就刚才老师讲的一样 我们可能要具体的去分析 就是有些 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分析的话呢 很笼统的 或者是一个很平面的一个观点来就是 就回答或者下结论呢 就是确实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种理论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所谓的业呢 实际上业就是一种中子的意思 就是你做什么样的 产生什么样的过呢 就是跟它的中子 跟它的这个稀气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业当中呢 业它自己的本身是 也不是善 也不适合 但是它在我们人的信 就是最深层的阿蓝业上面呢 就是以中子的方式来存在 那么一旦就编成中子呢 就是到一定的音乐剧组的时候 它会开发结果 就是它会成熟的 您刚才说那个就 呃 那个 业可能 它会比较 我就想这么多问题 按照老师您说 这个说 呃 那个看完它攀的一亿 因为它这个攀的一亿造成了五百人死亡 然后它用这个一亿的块钱去造 去给五千的人民 或想幸福生活 按您这么说 嗯 但这个五百人的死亡呢 跟那个过的幸福呢 就是这个差距上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 呃 如果你 呃 呃 探了一个一亿 呃 五百人的死亡 但是你后来 就是五百个人 判死刑的时候 把他们从生死 呃 当作救出来 因为 身和死死可以对价 并不是 过个幸福的生活 跟他的付出生命 这两个相提评论 应该是 如果你 呃 五百个人的这种 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话呢 有翻过了五百个人的生命呢 从幸福活 可能会有一个 否则的话 五百个人是已经死了 五百 五千个人是 光是过一个幸福生活呢 就是这个层次就比较模糊 幸福的目的目的观点 嗯 因为你到那个国外的话 你也做到很多啊 因为 西方的话 你应该说以前的神医学呢 那些神医学家 他也做科学研究 是吧 你像那个 孟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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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做生物杂交研究 那还有那个 托勒密 听文学 他本来也做神医学研究 这西方啊 因为他是 这些人都忘了 他还是要 寻找一种 上帝团的一种秘密 他本来是一种向外求 是吧 神医学研究 他跟上帝的话 也是一种外在的 不像中国的这种 佛学的话 这种信 像内 内心求一些东西 但是 我就先 好像你刚才说 佛学院的话 像你们那个学院的话 也有搞听文的 也有搞建筑的 这些人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 是他们是 通过佛学走天文呢 走建筑呢 还是说 以前他不是 搞天文 或者说搞 学天文 或者学建筑 以后的话呢 学的学的东西 没有劲儿 后来 就很学佛学 因为很多搞科学 我也知道 他们背心针 把心针被都滚过来收的 这个 应该说的话呢 他们 应该说他们 佛学里面的话 他不是说 去吸收一种 科学院 科学方面的一种 这个 营养 而是说呢 这个 我现在这个东西 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做科学 还是做科学 它是两个把它分开的 它不是统一的 西方的话呢 它是统一的 神学 它就把神学 跟科学一间 统一起来 像中国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人的话 科学是科学神 佛学还是佛学 我说一种 好像就是一种 明星之学吧 因为想外球的东西 太累了 很累很累 它反而想外球的话 它归于一种 明镜 所以我想问你 就说你们佛学人的话呢 这一帮人的话呢 到底在做科学呢 还是在想佛教 嗯嗯 嗯 问得很好 这样的 嗯 我刚才讲的 嗯 实际上 可能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 学佛的呢 有西方的一些 学宗教的一种方式 还有藏地 这个寺院当中的 学佛法的一些方式 还有我们 汉地的一些 学佛法的 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嗯 我刚才 嗯 你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西方呢 嗯 他们一方面 很多高等大学里面 就是设的 神学院 在这个神学院当中啊 他既要研究 就是他们的 宗教的思想 也要研究就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 包括一些人文和科技知识 以及 其他的这个相关知识 像哈佛神学院 还有哥伦比亚这个 宗教学院的话 他们都有 嗯 也有宗教的这种知识 也有这个 这个 现代的这种知识 因为 因为他们的 这种祭奠 就是 是在一个宗教的 这样的世界 和宗教的生活当中呢 一直是 受教育的 所以说 他们几乎都是 就是 宗教的这种理念呢 就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刚才讲的 我们这个 藏地的一些 一些学院啊 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学院 就是 还有 哪怕是一个藏地的 很小的一个寺院当中的话呢 那么就是 也有 学建筑的 也有 学 学这个 平文的 也有 学一些这个 地理的 就是这样的 那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 那会不会 就是 这样的 学的太炸了 或者是 太 属于一种 世间法 就不会 对 内观呢 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 藏传佛教的这种理念当中的话呢 那么 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其实 学习就是 所有的 这个知识 这是一个 基本的要求 对 对 实践的 就像我们 现在实践当中 就是要一个 这个 这个 铺基教育 就 对 填文 对 地理 对 上次的这个社会人文科 科技知识 建筑学 都要 都要学 然后到到一定的时候呢 你所谓的内观的这种 精秀的这部分人呢 你再可以进入这个 他的 专科班 所以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 学习有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部分人呢 他会 专科的 修行班 有一部分人呢 专门就是 研究这个 天文的 那么这些人 虽然是 身体是出家人 但是他们 也是对 包括我们 学院当中 现在有一部分人 专门这个 写 每年都是 出这个 日理啊 就出 每年的 有多少个 什么月事啊 日事啊 就是什么 这些都是 专门有一个半 就是大概有 三十来个人 然后我们这边 有一个医学院 医学院的话呢 他们是专门研究藏语的 那么这个藏语的呢 也有五六十个人 那么他们是 也要学一些 包括年纪啊 就是自己修行啊 这些 但是他们呢 就专门这个藏语的 这个传统呢 就是怎么样 这个弘扬 就是怎么样继承 就是也有一部分 所以我们 像汉地的一些寺院的观点 可能不同的 在寺院 我们汉地的寺院里面 也有医学院啊 也有建筑学院啊 天文学院啊 在一个寺院当中 有这么多的机构 医棋子 几乎都没有 甚至有些 佛学院的话 它可能只讲一个 宗观啊 卫视啊 就是这一部分 因此在某些上面呢 我觉得是 藏地的这种 这个寺院呢 就是它里面是 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大学一样的 综合性的大学 它里面有很多的壮客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 是专业的 但我们并不是 所有的出家人 全是每天都是内贯 就是就不管外事 就不是这样 对 正常我们对佛学院感觉 和了解 对对对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能你们 你们平时所想象的这种 佛学院跟有点 有点可能差别 对对对 有点问题 好 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伊斯兰教 ISIS这个组织 非常的残绝 大夫爷爷有所了解吗 就是伊斯兰的一个极端 伊斯兰国 对伊斯兰国 然后这里就涉及到 一个宗教之间的包容 和冲突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还有佛教 是四点三大宗教 但是除了佛教以外 伊斯兰教还有 什叶派还有 聪尼派有强烈的冲突 然后基督教也有在 中世纪他的宗教审判说 这两个宗教之间 他们之间的 这种宗教之间的 包容和包容性和和谐 程度是非常低的 甚至比对大一教 比较残酷的多 但为什么大使在佛教里面 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佛教对于 其他宗教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说佛教也愿意承认 其他宗教他们的一些理论 正确性 因为佛教可能是趋于一种无限的 佛教他的教派经理 在我看了互联网的事为 他相信说 就是比如说 像内属于他说 佛教当中的佛如恒河当中的 杀是属于尽的 佛教是属于这种没有一元论 但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他们会认为世界的终结 或者说他们最高的权威是上帝 或者是正确 那面对这种情况下 佛教的看法是怎么样 面对其他宗教的报道 谢谢 佛教确实也是 现在我们其他一些宗教 包括一些伊斯兰教的行为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事情 佛教对这些看法实际上是这样的 因为从包容性方面讲 佛教跟其他宗教有点不同 佛教的这种包容性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大乘佛教 它要利益天下无边的所有的众生 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 它不分什么民族 不分什么国家 不分什么种族 不分什么宗教 只要是有生命的 哪怕是动物以上的众生 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待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佛教的真正的理念 是从宽容方面讲 它的基本理念 就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能接触很多人的思想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讲 我们这个佛教呢 就是不会排斥别人 不会排斥的原因呢 实际上真正的佛教的 大乘思想的理念当中 哪怕是敌人的话呢 就是他也安忍 他有很多的这种包容的 这个思想在里面 就是因此呢 可能跟其他宗教确实不同的 其他宗教我们历史上看的话呢 有些是通过政治手段来 就是开始驾驭 或者说是控制别人 有些是通过一些经济手段 有些是通过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来从整个西方的历史上看的话呢 也是发生的非常巨多的事情 那么包括现在以色列国的一些 这个世界派之间的一些冲突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些观点的话呢 佛教就是 并没有就是说是你是真的 也没有说是你是假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众生的这种根基来 就是自己区分 但是佛教自己的原则呢 应该是悲悯所有的众生 然后我们呢 应该要分析就是哪些宗教是什么样的 哪些宗教是什么样的 我记得07年的时候 在日利瓦就是获得了佛教是全世界的 所有的最高的这个和平奖 原因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的历史上佛教呢 就是并没有以自己的宗教的宗义来 就是发生过任何战争 那么其他的宗教的话呢 都是多多少少就是发生过很多的战争 所以当时呢 就是大概就是有两百多个 要接近两百个人的这种参会当中呢 就是通过投票的方式来佛教获得了一个最高奖 那位大师您好 我问一下就是 就是我们佛学里面讲究就是前世今生 然后他又讲究因果 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今世的 是以后前世的你已经住院了 但是但是他里面他又就是佛学又鼓励我们 比如说要多做善事啊 就是积累一些福报 然后他们说就是慢慢的积累一些福报 然后消除那些福利业 然后这样我们音乐好像就可以慢慢的改 然后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反对 因为他说了 前世音造成的积累 然后就是这部分积累已经固定了 就是有前世的那些积累 但是呢他又说那个 通过做一些善事可以改变你 我觉得这两个方式里面不矛盾 这个不矛盾 比如说你读大学 读大学完了以后读大学的这个学业呢 固定了你将来的工作 但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这个工作的命运呢 有不断的好转的话 你可能也需要就是现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努力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我是说就是 因为他讲究前世精神 因为前世的应 对啊 所以你前面这个学习的应 就是最后造就了 就是你后来找工作 已经就是你可以在某个单位当中可以上班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前面的这个度数的你的文凭呢 就是实际上相当于是前世的应 它已经对你这个现在的这个事业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也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不是这样的 前世的这种善法呢 虽然给我今生当中有一定的这种因缘 但是我即生当中的做好事做坏事呢 还要对我的这个民运的这种延伸呢 也不断的起作用 所以佛教里面并不是说一切都是民种注定的 也并不是说是对前世的很多事情呢 并没有任何因缘 这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也会发现的 有些人你就拼命的干 但是呢你怎么干也是是前世好像有一种因缘就拉着 就是你今生实在是不行的 但是游戏呢你的这种录虑呢就是也是有一定的成果 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很关键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点 就是那个因呢也是一系列的因 一系列的果 后面一部分的果也转化成了因 所以因果因果不断的转化一定在后 所以不断的创不断的变 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因 对对对对 后面果要转成因 对对对对 这个是多因多果 对对对对 不是单因单果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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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这个人的可能根基不同 有些人如果学的佛法很好的话 不一定要学科学文化知识 他在善里面 他在一个寂静的寺院当中 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的话 那么不懂科学也是 他对自己的成就 往生都可以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分辨量比较重 对科学非常相信 然后对佛有点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学一学科学 科学的原理跟佛教的道理进行对比的时候 对你的修行也许是有进步的 然后现在有些人 我觉得是可能按照我们佛教的观点来讲 先应该光无剥削 对很多世间和初世间的道理明白 然后你就进入佛教的时候 你的整个见解 信心就比较稳固 否则的话什么水平都没有 什么知识都没有 只是一种盲目的信心的话 佛教也是不赞他 这种信心就称之为迷信 所以佛教是非常反对迷信的 因为我们有些人好像 道理上根本退不出来 只是凭自己的一种信心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老年人 他就为什么是念佛 念佛了有什么功德也不知道 这是人云业云 随波逐流 这种思想呢 一般来讲佛教是不赞叹的 所以佛教里面就是对两种修行人 一个叫做是里根睡智慧者 一个是顿根睡信心者 意思是什么呢 比较顿根的人很冲动的 就是随着他的心心来学佛 这种人的境界不稳固 尼根哲呢 就是他拼着自己的智慧 他用很长时间的研究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对佛教 就是带有一种派斥 这是很好的 就是你刚开始 谁说的是去信的话 那就是这是有危险性 刚开始你有很多的这种疑惑 和甚至有一种地略的看法 然后你在长期的这个长年月累当中 慢慢慢慢这种智慧沉淀积累 到最后呢 你原来的这种怀疑呢 就是全部都变成智慧 这个时候你信仰佛教呢 就是很有很有意义 那我们是不是好 最后再提问好不好 这个 没有那我就提一个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多了 因为在这个藏传佛教 非常重要的一个 怎么讲叫奪火地 是吧 奪火地 有这个 那么讲的是这个高僧 在学天学地里面 学地里面呢 穿了一个石的衣裳 那么通过练功呢 那么这个衣裳 这个衣服会干掉 这个作火地 我想请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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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讲 这个怎么理解 这样一个 现象 作火地呢 其实作火地呢 以后如果跟那个 朱青石教授 给他 就那个校长给他讲的话 那问的话呢 他在 在余术就是修作火地 就这方面很有经验了 他就自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他在那个蓝老师 蓝怀金老师面前呢也得过一些 蓝怀金老师呢 以前在厄秘山和在这个 什么阿朗山就是那一带呢 就是他以前专门移植过一些 藏传的这个作火地的上师 然后呢就是学过一部分 其实这个真正学的话 刚开始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一定相信 但是他 就我们这个度计当中的话呢 就是专门观想一个火焰的种子 然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还有其他的咒语 就是然后 把这个逐渐逐渐就是这个火就是燃炒 就逐渐逐渐把自己的身体呢 就是就开始靠热啊 就是有很多的观想方法 这样的观想方法的确是 我们那里也有很多人 冬天就是不穿就是厚的衣服的 就是就非常在这个寒冬老爷的 非常这个寒冷的时候呢 他可以维持一种身体的稳度的 就这种现象是经常有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是一种 在藏密当中的叫做是 生气磁地的一种部分的这个修法 对个别人来讲呢 就是修得非常这个成功 当然个别人呢就是怎么样修 也是修不成的 所以也有这种情况 我再想就是要接着这个 现在你这个 这个看不懂 在你们那个 十一达那个民意学院 嗯 就现在有没有修得比较成功的 就我到底有希望 有没有可能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专程去 因为我是专程去 甚至自驾车去就可以 就专程去看看 就这样一个一个现象 作为一个真实的一个了解 也会加强一个现在我们做科学做哲学 可能科学辅学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 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值得 探讨的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看有没有证明这个可能 嗯 应该可以的 我可以可以照得到 对 就那边确实做过的方面 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这是非常一个一个是 因为我去过这个 这个 东北的中国雪乡 零下三十多度 那很冷了 因为在很冷的天地里面 一除一个气出来 这个迷茫上 全部都是这个变成那个了 而且在这冷的天 把一个死的衣服 要把它风干 那个那个这个是 这个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工 一般的工 这个还剩着真工 那不是最冷 那不是忽悠工 那不是的 在我们学院当中 我一般那个冬天 最冷的时候降课呢 就是就基本上冬天 都是就是一直这样的 一直最冷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但我都是并不是修作祸定 就是就是 但有时候是我可能不怕冷吧 反正冬天 他们他们很多人下面 好继承那个 就就这种这种现象呢 那边通过修行而做的 就是有很多人是确实有 确实有的 对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 非常有幸 这个邀请到这个 看部来到来到这里 这个我们继续一个 首先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报告 然后呢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交流 这个也是开审故宫 这个真是我觉得 应该是科学哲学 与符合之间的一个相互对话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对话 能够继续下去 谢谢看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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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